2009年老汉离起失踪 走失三年后老汉在车祸里丧生 如今老汉居然又出现在村子里 真假老汉亲人邻居彻底傻眼 是是非非到底是谁造成了这场死而复活的闹剧 敬请收看道德观察 马吉祥老汉复活记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2015年12月的一天 对于湘潭市白石镇的村民来说是特别的一天 因为这一天一个走丢六年的村民马吉祥终于回家了 他说你家弟弟卖一死 我说那不可能的死 当时那个邻居拿了几十人 老地小的小的大理了很多人 都干得很奇怪的 我肯定是很奇怪的 又死了又复生了又回来了 马家带着他去后山的一个坟上祭拜 仔细一看 他面前的墓碑上刻的居然是自己的名字 马吉祥 埋了三年的人又回来了 祭拜的墓碑上刻的居然是自己的名字 难道这世间真的有七死回生 死灰复燃的事情 试想一下 假如一个已经去世好几年的人 突然站在你的面前 不光是活得好好的 还没事就去自己的坟上溜达 这是不是挺吓人的呀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白石镇是湖南省湘潭市东南部的一个小镇 是白石铺与马家宴两厢合并的统称 马家有三个儿子一个女儿 马吉祥是家里最小的儿子 这个待遇没的年人啊 我去往前走 这个马吉祥的 他是一个大士汉 他总是没有分配 建设所有的问题啊 尽管有一些智力上的障碍 但是马吉祥勉强能独立生活 自己住在一间老房子里 自己种一些蔬菜 老是在外面泡泡 有个是早晨早晨去去 早晨中午时候都回来 有个是下午三点都回来 哥哥嫂子对弟弟的行为没有太在意 但是2009年的一天 哥哥嫂子发现 马吉祥不见了 27天早晨发现 马吉祥的哥哥和嫂子把整个村子和邻村都找遍了 也去了马吉祥常常去闲逛的地方 都没有马吉祥的线索 无奈之下他们到派出所报了案 希望警方能够帮助他们找到自家弟弟 日子一天天过去了 这一等就是三年 就在马吉祥走丢的事情快要被大家遗忘的时候 2012年冬天的一天 村支书陈香平接到了一个电话 这个电话为马家人带来了马吉祥的消息 照片上是一场交通事故中的无名死者 这起交通事故发生在几天前 一个老汉在事故中当场死亡 警方需要第一时间确认死者的身份 没有这个文字记载的东西 就是有一个旧的黑色的纸板机 纸板机我们拿出来 它没有电 没有电 我们就里面没有卡 没有的通信记录 警方在现场并没有找到 能够证明死者身份的证据 当时发巡尸启示的时候 把照片打在那个巡尸启示 发在我们周边 认识启示 就像石头沉入大海一样 遥无音讯 就在这个时候 另一路警方在周边县市的走访中 终于发现了一丝线索 他们就一看 就是说这个人很像 那湘潭那边 他是说马家人那边的 得到这一线索后 恒山交警队很快 与湘潭县取得联系 恒山交警队了解到 2009年湘潭县的 谭家隆村 有一个失踪的村民 叫马吉祥 于是警方把事故中的死者照片 拿给陈湘平辨认 警方推断 湘潭县跟恒山县相邻 两县的居民也经常流动 这个失踪的马吉祥 很有可能就是事故中的死者 陈湘平这才给 远在山东的马家人 打了电话 告诉他们 失踪的马吉祥 可能已经死了 电话里陈湘平 带来的消息 让马家人难以接受 他们怎么也不相信 消失了三年的弟弟 终于找到了 但却可能是阴阳相隔 马家人第二天 赶回了湖南老家 另一边 恒山交警队 希望马家人 能尽快确认死者的身份 恒山交警队里 他说你去想 你叫喊了他的兄弟姊妹 去了 他恒山这个白沟 这个冰尼官 去看看那个尸体 当时去的是谁 当时去的 他有大陆姓氏 马吉林吧 还有我们那个邻居吧 邻居 邻居铺 辨认遗体的是 马吉祥的大哥 马清连和邻居刘辉甫 当天下午 他们和恒山交警队一起 赶到了白果殡仪馆 不幸的是 大哥马清连 已经在年初的一场 交通事故中身亡 所以 关于当时辨认遗体的情况 只有刘辉甫知道 我们又通过电话联系到了在外打工的二哥马建军 看这个影 脸面的 就是 暖了一点 他的那个身材身高 是很像 很像你一样的 由于死者的面部已经模糊不清 辨识度不高 有人说像 也有人说不像 那他到底是不是走丢的马吉祥 谁都不敢轻易的下这个结论 这个恒山交警队的他边 不是你们讲的相解下 案民警提出 需要做DNA鉴定 才能确保辨认结果万无一失 隔了几天 马吉祥的大哥马清连 二哥马建军 三姐马春娇 一起来到了恒山交警队 除了他们三个人的血 我们法医 在死者身上 捡了一块带血的 那个穿着的衣服 这是生物检裁嘛 检裁就比对 2012年2月15号 提取的生物检裁 被送入湖南天衡司法鉴定所 进行DNA鉴定 一个星期后 鉴定结论出来了 根据他这个鉴定结论 我们认为那个死者是马吉祥 恒山交警队就打电话过来 他是你家的 正是在这间会议室里 恒山县公安局交警大队 经过集体讨论之后 最终认定 在2012年2月7号 这起交通事故中 死亡的无名死者 就是马吉祥 接下来 赵氏司机与马家人 经过协商后 达成了协议 由赵氏司机杨先生 赔偿马家人共计15万余元 事故处理之后 马家人将骨灰带回香坛老家安葬 根据农村的风俗 办一场最差的葬礼 在当地也要6万元 高级一点的 则是11万元左右 马吉祥没有后人 后事都是由亲戚 和同村村民操办的 村之书陈香平 主持了马吉祥的葬礼 村里不少人 都参与了下葬仪式 从此之后 马吉祥的名字 很少再被人提起 中文字幕志愿 有个说法 说流浪在外死去的人 如果是夜落归根的话 这个墓一定要修得好一点 这活着的时候受罪了 死了就不要让他们 过得那么辛苦了 马吉祥以这样的方式回来 是谁都不愿意看到的 不过那也总算是 魂归故里了 但是这个事还远远没有结束 又是一个三年 当马吉祥的新坟 已经变成了旧坟 而且坟上长满了杂草的时候 这马吉祥却突然回来了 2015年的冬天 衡阳市街头出现了一个老汉 老汉头发花白 口齿不清 穿着一件黑色的羽绒服 看起来像是无家可归的流浪人员 衡阳市的派出所在街头发现的这个流浪人员 将他护送到这个救助站进行救助 通过询问衡阳市救助站的工作人员了解到 老汉的名字叫马吉祥 杀住在湖南省湘潭县白石镇潭家农村 很快 衡阳市救助站联系上了老汉所在的潭家农村 在这种情况下 中路铺派出所把流浪老汉的照片 发给陈香平再次确认 经过反复的确认和沟通 大家同意衡阳市救助站 把马吉祥送回村里 让大家看一看 2012年12月22号下午 衡阳市救助站 把马吉祥送到了白石镇镇政府 他教的人当时也有点不相信 他说你们看了 是的 就要打费了 如果不是的 拿去那个教授上去 打去吧 打去 他那个锤子把锤门一打开 他一看了 他当时就叫我 我叫陈香平 他喊我大香 有没有应酬 当时问我有没有应酬 他当时问我又不有应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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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把他送过了我们的那个邻居 他去看电话 他引引到家的名字去 在那 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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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给我 别给我 你什么时候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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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当时把他打到萨市家里 他当时回家那个衣服穿着破桥 总是弄到 弄到的孩子啊 弄到这个新衣服啊 接他回 是啊 看来是他教我肯定是 我是无情人的 眼前的老汉头发已经白了 脚也瘸了 但马家人和邻居们都说 他就是真正的马吉祥 这才是真产品回家了 真产品回家了 马吉祥回来以后 村子里议论纷纷 大家都想知道 马吉祥失踪这六年 去了哪里 他在一个专场 每天更运 没有更运 没有更运 我怎么去的 他是夹走的 把他夹走的 他在107关头 跑跑 还是夹走的 怎么后来出来的 他说过吗 他不知道 他不知道 他不清楚 据救助站的工作人员说 马吉祥在意外失踪之后 流落到一个专场里 2015年 专场不要人了 就把马吉祥赶了出来 赶出后 他就在这个街头流浪 如今 马吉祥活着回来了 他居然没有死 这是一件开心的事 但村里人想不通 这死而复生的闹剧里 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 有没有想一想 或者是这块 讨论了 这个事出在 错在哪呢 那这个事我也搞不清楚 在广景里的 那个横上 这个干厅 符合 如果这个根厅 这个今天不够符合 去买这个事吧 我家的弟弟卖要死 你说是死了 卖要脏死 你说脏死了 受到伤害的 反正我这事卖要 好像没有人 我肯定是受到伤害 村子里并没有因为 马吉祥的回来 而平静下来 村里现在有两个马吉祥 死的马吉祥 躺在后山的坟墓里 活着的马吉祥 在村子的路口上散步 村子里议论纷纷 马吉祥现在活着 当初怎么会判定他死了呢 坟墓里埋着的人死了 他到底又是谁呢 由于马吉祥的两位哥哥 都在外地打工 家里只有二嫂一个人 不太方便照顾他 马吉祥自身又是无保护 所以最后就住进了 白石镇的养老院 但是大家的疑惑 依然没有解开 这六年前 在马吉祥的身上 到底发生了什么 DNA鉴定之后 警方明明说 死者就是马吉祥 那是鉴定结果有误吗 既然坟墓里躺着的不是马吉祥 那马家亲自下葬的又是谁呢 请继续关注明天的道德观察 我是徐俊 明天见